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抱歉 全猜错了 杨子琼主演的妈的多重宇宙 竟然拿到了七项大奖 包括最重要的最佳影片奖 最佳导演奖 最佳女主 最佳男女配角 以及最佳剪辑奖 成为当晚的最大赢家 在大跌眼镜的同时 我要首先祝贺杨子琼 毕竟是奥斯卡百年历史上的 第一位华裔女演员 拿到表演类的奖项 无论如何可喜可贺 而且我一直在说 我说杨子琼是一位非常勤奋的演员 而且作为华裔女演员 能够在好莱坞闯出这样一片天地 非常非常的了不起 非常难得 而且据我了解 杨子琼也是公开表达 不支持一个中国观点的艺人 也多次表达过自己 我不是中国人 我是马来西亚华人 坚决不舔共 不为中共站台 就这一点而言 我觉得胜过舔共无极限的真主单 一万倍 对吧 所以恭喜 所以对这个拿奖的杨子琼而言 是一件大好事 恭喜杨子琼 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一下我的观点 咱们对事不对人 杨子琼应该拿奖 但是不应该是凭着这部烂片拿奖 对吧 而这样一部充斥着政治正确 又水准极烂的电影 竟然就能在奥斯卡上如此的风光 我只能说打脸的是奥斯卡 对吧 不是我 只要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 应该都明白我的意思 像妈的多重宇宙这样的烂片 我会永远坚持我的观点 这是史上最烂的一部电影之一 不少朋友可能没有看过 我简单讲一下 先说这个影片的优点 首先编剧的脑洞开的是挺大的 这个是要表扬的 虽然这个多重宇宙的概念的本身并不稀罕 但是在故事中不同宇宙间 不同的主人公自己之间相互微妙的联系 关联并且互相影响 这个概念的设定是很有创意的 其次片中的武打场面设计也算OK 最后特效虽然有点糙 但还说得过去 至少比大陆那个五毛特效高明多了 毕竟是好莱雾毛上 这一点至少没有给影片往下拉分 优点就这些了 下面是缺点 首先我刚才虽然表扬了 这个编剧的脑洞开得很大 故事有创意 但是有创意如果没有很好的呈现 那是不是就白瞎了吗 所以影片导演要负责的 就是将剧本中的这个创意 尽量完美的给它呈现出来 结果玩砸了 看过电影的朋友我问你们 我看到所有朋友的最大的一个反馈就是 剧情莫名其妙 看起来乱七八糟 很多人说我咬着牙坚持看了 二三十分钟 我简直是看不下去了 完全没搞明白 影片到底想说啥 那请问导演是不是该骂 对吧 你怎么呈现的 人家还拿到了奥斯卡最佳导演奖 我天你就说你服不服 再一个 片子最后呈现出的样貌一塌糊涂 不明就里 这和剪辑有直接的关系 片子还拿到了最佳剪辑奖 我就很想知道奥斯卡的评委 就这么不珍惜自己的羽毛吗 其次表演超烂 我真的就是很想知道 这个男二号叫做官继威的 他是凭什么拿到最佳男配的 凭他得莫名其妙吗 那演技什么玩意啊 感觉他一直想学这个周星驰 但是一直就是个东施孝平的感觉 第三 台词写得让人超无语的 我都不知道 是不是我看那个中文版的这个翻译不够好啊 还是那位这个编剧大哥 太想写出一些金剧了 结果看人物的对白 看的我简直就是想砸电视机的感觉你知道吗 我是我自己演员出身吗 我非常清楚演员在片场演戏的时候的那个心理状态啊 当我们碰到那种很二很傻很很想骂人的那种台词对白的时候 心里是很崩溃的 哎 结果他们就演下来 还人还拿了 还都拿奖了 让我也觉得牛是吧 第四点 整个电影的你要能看到结尾啊 这个结尾是莫名其妙 完全不合乎逻辑 哎 杨子雄他们穿越了无数的宇宙 打的是不可开交的一家人 他女儿成了大反派嘛 打的不可开交的这一家人啊 突然间到最后就和好了 而且明明女主的个性 一直是那种很倔强 拒绝沟通的 对一切都表现得很不耐烦的 从头到尾都一直在责怪别人的这个中年大妈 而且在一分钟之前 双方还跟仇人似的打的 你死我活 不可开交 结果突然间 在拯救了全世界之后 一下子就换上了一副温柔讲理的模样 杨子雄 跟老公跟女儿俩 就一家人就和好了 请问我到底错过了什么呀 咱们看的是一个电影吗 就不合理到无厘头 这样一个电影 就说不合理的电影不是不能有 但是怎么就能拿到奥斯卡呢 最后一点 政治正确的意味太过浓郁 你当然可以政治正确了 是吧 但是你不应该因此而拿到奥斯卡 这正是奥斯卡的悲哀 曾几何时 奥斯卡关注的已经不再是一部电影本身 而是电影背后所代表的一个群体呀 一种意识呀 一种文化呀 在这一届奥斯卡的提名的名单上 我们看到为了呼应俄乌战争 主题空洞空有其表的那部战争片 《西线无战士》入选了 这拿到了最佳外语篇奖啊 为了表达足够的政治正确 《妈的多重宇宙》入选了 为了强调女权主义 塔尔入选了 为了表达对好莱坞电影工业最前沿的所谓致敬卡梅隆的阿凡达2入选了 同时为了表达对好莱坞往昔辉煌的固影自怜 塔尔克鲁斯的《壮志凌云2》也入选了 而且奥斯卡为了政治正确 努力想弄的这个多元化嘛 今年这两年不都是这样吗 各种肤色都得有 男的女的都得有 甚至不男不女的也得有 光顾着去搞平衡了 怎么能够 怎么能做到只看影片的质量来定胜负呢 你看今年已经这么多元化了吧 还有人批评说 为什么没有女性导演拿奖 我去 你要怎么你们才能满意啊 神经病啊 另外一点需要强调 好莱坞的堕落是 虽然由来已久 但是这些年最明显的一个趋势 就是越来越亲共 我今天注意到一则旧文 我之前都没注意到 去年的8月2日 奥斯卡主办方 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官方宣布 华裔制片人杨燕子 当选为学院的院长 这是学院历史上的 第一位华裔女性的院长 同时她也自动成为 她任内的奥斯卡评审团的主席 哎呀我天 难怪啊 难怪真子丹能够成为奥斯卡的颁奖嘉宾 难怪妈的能拿下七项大奖 难怪奥斯卡 好莱坞越来越亲共 听人这名字 杨燕子 大家知道我们在 我们管这个中共间谍叫什么 叫燕子 人家直接就告诉你 我就是个燕子 当然不一定是间谍啊 就说这意思啊 从这位燕子的履历上看得出来 她从1985年开始就在从事 把好莱坞的电影引入中国 同时把中国电影引入美国的生意 并且多次在洛杉矶主办中美电影高峰论坛 上次这个习近平来到美国 在西雅图的这个这个一个论坛也是他牵线搭桥的 他主办的 大家都知道中共对这个美国文化和艺术界的渗透是非常厉害的 尤其是对好莱坞 应该说好莱坞是承担了将美国的价值观向全球输出的这样一个重要任务 一旦占领了好莱坞就可以通过这个窗口向美国向西方输出价值观 而近些年中共是大举入侵好莱坞啊 目的就是这个 现在一只中共的燕子成了奥斯卡主办方这个学院的院长 即将百岁的奥斯卡那就真的是走到头了吗 是吗 好吐槽完了奥斯卡下面给大家聊一聊一件蛮大的一件事啊 就是这个硅谷银行破产倒闭的事情 硅谷银行啊我们简称叫硅银得了啊 硅银破产是一件非常大的事 甚至可能产生一种蝴蝶效应导致的后果恐怕是惊人的啊 啊 紧随着它之后呢 这个Signature Bank也宣布停业 已经被美国政府给接管了啊 两家银行破产现在啊 那么接下来我想用这个最简单清晰的逻辑 来讲清楚这家硅银到底为什么会倒闭啊 大家肯定听说过一个词叫做挤兑 就是指大量的储户一股脑的一窝蜂的跑到银行 要取出自己的存款 这就叫挤兑 银行最害怕就是挤兑啊 因为这种行为会传染会造成恐慌 这次硅谷银行破产的事件的起因啊 就是因为储户担心自己的钱拿不出来了 于是开始挤兑 一下子就挤垮了这家资产规模达到 两百两千一百多亿美元规模的这样的一个银行 说到这个资金规模呢 硅银并不算非常的惊人 它是美国前二十大银行 也算很厉害了啊 但它比起2008年引发了金融海啸的那个雷曼兄弟还差不少 当年雷曼倒闭的时候的他的资产规模高达六千三百九十亿 但是硅谷银行的倒闭还是引起了一波巨大的恐慌啊 而且作为一家商业银行 硅银啊几乎没有个人储蓄业务 全部都是这种商业投资贷款业务 而且他的客户基本都是硅谷的那些高科技行业的初创公司和一些中小企业 什么叫硅谷银行吗 对啊 他的破产啊和近期硅谷大公司的股价大跌 以及高科技公司遭遇的寒冬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那么他到底为什么会倒闭呢 这就要从银行的业务模式说起了 这个传统银行的赚钱的方式主要是靠什么呀 靠叫存贷利差 就是说你把钱存进去银行付你利息 对吧 而银行则拿着你存进来的钱 好多人存进来的钱是吧 投放到收益率更高的那些金融产品上去 最常见的就是商业贷款呀 或者是购买国债债券 而这些商业贷款或者是国债上得到的利息远远高于你存到银行里银行付你的利息 对不对 所以这部分存贷利差就是银行的收益 硅谷银行的赚钱模式也大抵如此 前几年美国经济整个全球经济形势不错 美联储实施宽松的量化货币政策 硅银便吸纳了大量的存款 存款的利息在0.25%左右 硅银就拿着这些存款购买了大量的低风险的债券 包括美国的国债和住房抵押证券等等这种金融产品 这些证券有一个特点就是期限比较长 大部分是十年期左右 就是说硅银买进的这些证券不是说想卖就可以卖的 必须等到期才能卖 这里我首先要给大家来解释两个小的常识 首先借款利率的高和低的依据是什么呢 依据的是这个借款人的风险的大小 就是越安全的借款人他付给你的利率就会越低 那么这个世界上最安全的借款人是谁啊 美联储啊 你借钱给美联储是最安全的 所以大家才最喜欢买美国的国债 而美国国债利率也被称为无风险利率 而买美国国债就相当于你借钱给美联储 假如你买美国的国债可以拿到5%的利息 而借钱给我只能拿到4%的利息 而且我还可能赖账不还 那傻瓜都知道你要把钱借给美联储不能借给我 但现在我想借钱怎么办呢 我就只好许诺我要给你更高的利息 美联储给你5%不是吗 我给你10% 这样才有人把钱借给我 但这也就是说美联储如果提高它的利率了 那么所有其他人借钱都得跟着提高利率 因为你比美联储低就没人借给你 对吧 这是一个常识 这是第一个常识 第二个常识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个概念 叫做债券价格和收益率呈负相关 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你买美国国债的时候 假如利率是10% 那么你购买的那个债券的票面价值 如果是100块的话 你实际出的钱其实只有90块 为什么呢 因为那10块钱是美联储要给你的利息 对吧 你实际没有出100块钱 也就是说你实际拿出去的钱 并不是国债票面上写着的那个钱 而是要比那低的 所以利率越高 你实际出的钱就越少 对吧 票面价值就越少 是这意思 对吧 买过债券的朋友都知道 债券到期后你收到的现金是 债券的票面价值加上债券的利息 计算方式就是票面价值除以1加利率 所以债券的价格和其利率是呈反比关系的 简言之就是利率越高 票面价值越低 你出的钱就越少 这个就是所谓的债券价格和收益率呈负相关 而硅谷银行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当年买了很多美国的长期国债 而那时候由于美联储的利率几乎是零 所以他们买这些债券的时候的利率几乎都不会超过2% 利率很低的 而且这个钱是不到期时拿不出来的 而近来美联储一个劲的提高利率 大家都觉得美联储的短期债券利率高了 这就意味着你的收益率高了 所以大家就纷纷就卖掉了股票 卖掉了债券去买美国国债去了 这就是为什么美联储一旦加息 股市就会大跌的道理 因为他一加息大家把股票都卖掉 去买国债去了 因为国债收益率高 这些资金都从股市流到了债券 证券市场上去了 而当大家都从银行里拿出现金 要去买国债的时候 就会造成银行的流动性紧张 银行里的现金被拿走了 这就是造成硅谷银行破产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 和那些传统的银行不同 硅谷银行主要服务的对象 是硅谷那些高科技的初创企业 初创公司 他们主要的业务 是为这些科技公司提供信贷资金 而在提供资金的同时 硅银还会去买入 这些科技公司的部分股权 大家都知道 这些年硅谷的初创公司很多 一旦做大 就成了下金蛋的母鸡了 它的股票的收益也相当的可观 所以这也算是硅银的一种投资方式 当然这些得到了硅银投资支持的 那些硅谷的科技公司 顺理成章的 他们也会把自己赚来的钱 也存到硅银里面去 大家礼商往来 你支持我 我支持你 在去年之前 这一切还都还可以 还看得过去 没成想 疫情之后 特别是到去年开始 美联储为了抑制通货膨胀 开始大幅度的加息了 而更加雪上加霜的是 由于市场不景气 不少高科技公司的融资出现困难 经营也出现了问题 就不得不 把它存在硅银里面的一些钱要取出来 需要钱了吗 把钱取出来 再加上其他储户要拿出钱来去投资国债 于是硅银的现金流就更加的紧张了 没办法 现金流紧张怎么办呢 硅银就只好通过二级市场抛售股票 来回笼资金 再一个就是卖掉 他以前买的那些国债 刚刚说他不是之前买了很多国债吗 但是以前硅银买国债的时候 那时候的利率很低啊 现在利率多高 我刚才说了 利率越高 债券的价值就越低 他就得低价卖出去 这就意味着硅银把当年高价买来的债券低价卖掉 卖的越多 赔的就越多 这次硅银赔了多少呢 赔了至少18亿美元 18亿啊 贵银一看 这赔的太多了 这都这么长啊 怎么办呢 不能再卖债券怎么办 就只好卖自家银行的股票吧 于是人家一看 你又卖债券又卖股票 而且是亏本大甩卖 这说明什么问题啊 说明你现在现金流出问题了 于是有人就开始担心 自己存在你那的钱 是不是安全啊 去不出来怎么办啊 干脆把钱拿出来吧 一个人去拿 两个人去拿 于是这种恐慌就开始扩散 挤兑就发生了 在推倒硅银的过程中 一个关键的节点就发生在二月份 当时大家知道硅谷有一个叫做风头叫腹的 一个很厉害的家伙叫做彼得蒂尔 他当时在硅银中有很多的存款 他就发现问题了嘛 他就把在硅银中的很多钱就撤出来了 并且带动的硅谷一部分科技企业 从硅银中也把钱拿出来了 到危机爆发的3月9号 这个彼得蒂尔开始公开呼吁大家赶紧去把钱取出来 不然就麻烦了 这一下咔嚓危机就爆发了 归银就破产了 在危机发生之后呢 美联储财政部和FDIC联手就市 宣布归银的所有存款人从今天起都可以取出你的所有的钱 以此来稳定大众的情绪啊 今天呢拜登也出来发表讲话啊 表示美国人 美国人民和美国企业可以相信 当他们需要的时候呢 他们的银行存款都在 有钱都在不要怕不要怕 稳定情绪嘛 而为了进一步平息风波呢 美联储的加息的动作会放慢 我刚说过了啊 他一加息大家把钱都拿出来就跑去买国债去了嘛 是吧 所以为了平息这样的一个波动啊 他会加息的动作会放慢 再观望一阵再说 但是呢美联储不加息也有问题 因为美联储如果不加息的话 美元就会贬值 美元贬值就意味着美元的信用不够好了嘛 这也会造成很大的麻烦 国际贸易间啊 为什么大家都要用美元啊 因为美元的信用好啊 我今天卖东西 你给我100块美元 过了半年 这100块美元的购买力基本没有变 还能买到同样价值的东西是吗 否则你给我100块 过两天贬值变成50块了 那谁还用美元了 而在全球化的今天 如果没有一个稳定信用的这种货币 是没办法完成商品交换的 但是通货膨胀导致的加息 又会伤害到货币信用 美联储这阵子的这个暴力加息 还有一个考量 就是想收获一波海外资本 因为利息高了嘛 大家都跑来买国债 这样就能把资金锁在美国国债里面 此举会降低资金的流动性 等于市场上的货币投放量就变少了 但是市场上的商品还是那么多嘛 对吧 钱少了商品还是那么多 所以物价指数就会降下来了嘛 那么说句题外话啊 中共那边拼命的印钱 怎么就没有造成很明显的通胀呢 因为中国的房地产是一个大的蓄钱池 蓄水池 把资金都给锁到那了 中共以前每次要调控房地产的时候 只要一调控物价就会涨 为什么 葱姜蒜甚至都涨得都离谱嘛 就是因为它一调控啊 钱从房市出来之后啊 没地去啊 就跑到食品啊 日常生活用品跑到那去了 物价就飞涨了 总之呢 目前美国的股市一片的惊恐啊 今天几大股指是纷纷大跌 伴随着硅谷大科技公司的寒冬已至 很难说硅谷银行的破产 会不会造成像这个2008年的一种雷曼时刻是吧 虽然现在只是蝴蝶扇了几下翅膀 但是接下来大科技公司的重新洗牌 或者整个世界经济格局啊 政治格局的这个改头换面 是否会成为人类咱们这个世界的新局面的发端呢 不是太好说是吧 好 今天节目最后呢 要提醒朋友们 记得点赞 订阅 分享 还有向大家推荐我的这个会员节目 大话西游 我自己是学戏剧的 所以一直对西方艺术呢 很有兴趣啊 那么做这个节目的初衷呢 也是因为我经常去旅行嘛 经常看到这个很多华人朋友 在逛美术馆博物馆的时候啊 对墙上的一些大名鼎鼎的作品 经常到底画的什么呀 障二和上摸不着头脑 所以我就想做这样一档轻松有趣 有精彩好看的节目 帮助大家来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同时也希望更多朋友 可以感受到艺术的精彩和魅力 西方的艺术大师呢 灿若新陈名家辈出 要想给他们排一个作词呀 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你把它排在第一名的位置上 却几乎没有任何人会反对 几乎所有人都公认 他是武林第一高手 那就是米开朗基罗 西方艺术史千古第一人 那个红衣主教发现 他买的是一个假货 大为光火 答他问罪 那只好把米开朗基罗就供出来 小米看了看 好像是啊 然后呢就拿起了锤子和凿子 偷偷抓了一把大理石的碎屑 爬到了大卫巷的这个头部 他背对着执政官假装叮叮当当 叮叮当当 敲击力一翻 同时把手里面那个大理石的碎屑撒下去 其实他什么都没干 就敲了敲这个锤子和凿子上 然后转身问下面的这个执政官 哎怎么样 您再看看好点没 执政官啊 端详了一会儿 嗯 满意的点点头说 好多了 好多了 你看好多了 这时候佛罗伦萨来了一个人 这个人的到来啊 一下子让佛罗伦萨成了整个欧洲艺术圈 瞩目的交流 一个是已经成名多年的武林民宿 另一个是明洞江湖的后起之秀 他们俩即将展开了一场冠绝古今的巅峰对决 那结果是怎样的呢 大话西游节目的会员网的网址就在每期节目评论区的置顶处 每期节目都会拿出几集作为这个免费试看的内容 到会员网上之后呢 您可以先去看看这些试看节目 然后再决定是否购买我的会员 在我这个油管频道里 我也放出了几集试看节目 供您免费欣赏 就在这个会员节目温情放送那栏里面 希望大家抽空可以去体验一下艺术的魅力 另外愿意捐助我这个频道的朋友 捐款网站也在每期节目评论区的置顶处 或者您现在就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也都可以 好再次感谢您的收看 新闻最潮点 咱们下次见